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零更新与凤行中秋海报 赵丽颖一席红衣摇扇贤坐 在这个人间小院里 赵丽颖一席红衣坐在一旁 挥舞着扇子 她的美貌和安静让人向往 当她转头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目光与窗前的神王对上了 时间仿佛瞬间停止了 秋风吹过 你温暖地站在她身边 如此美丽的场景 让人心潮澎湃 这是电视剧与凤行的中秋节海报 海报中 月光如流水般闪耀 整个场景都弥漫着浓郁的香味 风轻轻地吹着 像云飞一样飘飘然 让人屏住呼吸 赵丽颖饰演的沈黎进 显霸气与自信 她眼神坚定 身姿挺拔 完美诠释了角色的气质 角色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出现在海报中 那就是王子 她被称为林小娘王子 深情而难以抑制 这句话引发了人们对剧情的遐想 是什么让王子对林小娘如此依恋 林小娘的身份和背景是什么 这样的设定和细节 让人觉得这部电视剧一定会充满意想不到的情节和剧情发展 人们对这部剧的期待与凤行也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 海报中的灯笼点亮也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在这样的中秋之夜 灯笼可以说是团圆 欢乐的象征 而电视剧与凤行中的灯笼 又隐藏着什么寓意呢 与剧情发展有密切关系吗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未知和悬念 与凤行这部电视剧才备受关注 人们渴望了解更多剧情细节 期待剧中角色的发展和故事的展开 在这张充满奇幻古风的海报中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形象与剧情相得益彰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出色的演技让人们更加期待他们的表演 这两位演员的加入 也为电视剧增添了更多看点和话题 然而正是因为电视剧与凤行的海报 只展示了其中的一个片段 让人无法预测剧情走向 赵丽颖红衣为作 王子情不自禁 灯笼点亮 这些细节引起了人们的诸多疑问 我们不禁好奇 赵丽颖饰演的沈黎将如何展现 她的统治力和自信呢 她与王子的纠葛又将如何展开 灯笼的寓意将如何影响剧情的发展 这些问题 让人们对电视剧与凤行的期待更加强烈 希望这部剧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 带领大家进入一个精彩分成的电视剧世界 总之 电视剧与凤行中秋海报中 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形象和细节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海报中的场景和设定让人对剧情的发展充满好奇和期待 这类电视剧不仅演员阵容精彩 剧情设置也引人入胜 让我们一起期待电视剧与凤行的开播 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将如何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